9月4日,2021北京长城文化节在巴达岭长城开幕 本届文化节将持续一周,以《长城之魅冬奥之约》为主题 举办文化、旅游、体育等活动,并向世界发出冬奥邀请 开幕是设置凝聚和平、共筑长城、历史丰碑、民族戚凉 百年驻梦、守望传承、生态文明、幸福之城 长城巨手共赢冬奥五个篇章 其中,《长城巨手共赢冬奥篇章》邀请了严庆地区冬奥场馆建设者、志愿者 属地服务保障团队代表和中国冬奥冠军运动员出席 我觉得我特别羡慕他们这个时代 就可以在自己家门口参加比赛 这是我们也梦寐以求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之前看比赛的时候 都是通过电视上去看 但这一次是在我们自家门口看 可以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去到现场去 骑临现场去感受冬奥会的魅力 开幕式现场发布了长城题材重点文艺作品 巴打脸文创大赛成果 2021年北京最美文物守护人长城推荐名单 保护长城文化遗展倡议 并举行金秋采摘系列文旅消费活动发布 继长城脚下冬奥制约网红打卡评选活动推荐的内容 还介绍了北京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情况 无论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还是长城文化带 长城精神的传播肯定是最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今年呢大量的活动都是围绕团结统一 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 坚韧不屈自强不虚的民族精神 以及手腕和平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 文化节期间 长城沿县各区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旅游线路 还将举办长城音乐会 邀请著名音乐家 演奏家 教育家 共同奏响爱国之声 长城沿县北京各区将组织一系列文体赛事 同时北京还将结合长城保护 文物修缮 考古等内容 开展寻找北京最美文物守护人长城等活动 征集 宣传 推广 北京长城守护人先进世纪 据介绍 文化节期间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北京建筑大学 中山大学将举办双强对话 以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为主题 举办线上学术会议及合作交流 促进长城文化持续发展